安大略次行房,为什么40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租客? 今天这套房子是我们外街的管理房屋 屋主之前是用于自住的 房子四房三位,室内面积2959平方英尺 房屋户型格局非常方正,没有任何问题 一楼有房间和可以洗澡的卫生间,实用性也很强 但是上市之后,遭遇了两家租客反悔 40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租客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以及我们针对这样的情况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今天都会在视频中为您分享 房屋接管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许房屋进行了拍照,准备上市出租 在看到房屋后,由于一楼一进门以及客厅区域都是地毯 对房屋的第一印象会有影响 经过与周围正在出租的房屋进行比较,我们首先以每个月3800的价格进行上市出租 房屋上市后,与我们同期在附近上市的房屋相比 看房的人数明显较少,而且没有收到任何的申请 在与屋主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后,我们将租金价格下调至3600一个月 更加贴合周围的出租市场 虽然在房屋降价一段时间后,收到了两份不错的租客申请 都已经签约了,但是还没来得及进行房屋交接,租客就反悔了 这套房子长时间没有租出去,我们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房屋一进门就是地毯,对房屋的整体第一印象有很大影响 这个房子的格局和租金都属于比较高端的独立大house 这类房型吸引的客户也在这个区域属于优质人群 优质人群对房屋的要求肯定更高 虽然每个人偏好不同,但是市场证明 地板包括窗帘使用木质的shutter会有更多人喜欢 第二,房屋上市时的价格虽然与平均市场价格相符 但是房屋无法第一时间吸引住客人 而且租金处于下行通道 我们同时期上市的房屋都在两周内找到了租客 并签署了合同,顺利完成了交接 唯独这套房子还在出租中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总结 租客在寻找房屋时 也是在周围的上市房屋中 结合自己的需求进行比较 产生了市场的无形的调节 只有顺应市场需求 才能快速找到合适的租客 并将房屋出租出去 针对目前的情况 屋主和我们决定把一楼和二楼的公共空间 地毯都换成地板 昨天我们和工人一起去测量了尺寸 你当时帮它装成那个虾腿那个 整个房子就高端了 干上去 这房子挺好的一个房子 我靠 为什么能想 还是这边的整个出租的供应面 还是太广 这边有很多房子 租来种大妈的 租不出去时间已久 租不出去疯了 我靠 就乱租乱找租客 那个东西不是随便都能干的 把自己的专业干好 你算你的工价就行了 然后那个 因为我们和那个 地毯大碗拿了很好的价格 超过你想象的价格 这个地方还有 要那个吧 地板一样 地板一样 我们一会儿去看 我们马上去拉盆地 一龙明后天就开工 我们的客人可以通过我们 拿到最优惠的 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而且我们不会从里面 拿一分钱回扣 我们只赚该赚的钱 所有的优惠 全都让给客人 接下来我们去了地毯大王 挑选地板的颜色 我们我做事情 希望文准寒 文准寒 最后决定 每个儿选一 有你决定 有我决定 我肯定是右边那个 不跟他那什么 右边 听你的 要不然我们这又飞主流了 到时候又是选了自己喜欢的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因为这个就是 绝大多数人都会喜欢 这个越相信我 我的责任越大 你不知道我的那个 负重感越重 现在唯一的一个 就是在这个地方 和那个地方 和原来的哪个配色 你把那个照片拿出来 把照片配出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两个选一个 我确定一个 所以我们还在 因为单狗的 我肯定是选这个 那么我们还有 房间它有一块 厨房那块 它是有 有那个地板的 厨房那一块 它有先是有 对 地砖 我哪个颜色 哪个更配 我们那里照片拿出来 是灰色的 灰色 灰色 对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那个 那个好一点 因为那个能搭 你这两个不搭 它那个类似这个样子 有点接近 就得 你穿这个地方 这定 还是它 607就还是 607就 喂你好 选好颜色 今天已经开始动工 预计本周日就可以完工 完工后 我们会再次重新上市出租 到底是不是由于地毯原因租不出去 换了地板后会有怎样的效果 让我们拭目以待 无论是买房卖房 还是房屋出租 找租客 租客找房屋 我们都不能抱有幻想 不能抱有强烈的主观意识 必须学会尊重市场 学会换位思考 要明白博弈各方的心理 美国房屋市场公开透明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否则我们就将被晾在沙滩上 如果你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房租担保服务 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 一路平安